好來看到就是關於中國大陸兩會的最新消息 稍早是習近平呢他以這個無人反對無人棄權狀況下 開啟他的第三任期就是連任了大陸國家主席 以及大陸的這個中央軍委主席 那可以看到是為了這兩會呢 北京城內可說是呢到處都有武警啊站崗之外 整個是非常的緊被防暴之外 就是連這個在距離人民大會堂一公里遠的這個觀光景點區 前門那街裡頭的一家這個日商飯店 就是無人狼品的飯店呢他的餐廳因為有露台 可以遠距到人民大會堂也因此被貼的封條先暫停營業 那個現在都不讓出去啦 對 兩會完才能出去是嗎 對 好確實可以看到是電源證實說呢 兩會之後呢這個露台才能夠使用 不過可以看到是這兩會是3月3號才開始的 但是這個餐廳露台是從這個2月21號呢就被貼上去了 所以整個餐廳受影響是長達將近跨 一個月之久 而且不只是餐廳呢 我們看到是在這餐廳一樓是他們的書店 以及另外一家的外商書店 也通通都要開闢出一個 習近平思想的專櫃的這樣的專區 這書籍專區 所以不難看出是習近平現在他三位一體的 黨政軍權基盛時代呢 他的黨國宣傳也說是鋪天蓋地的情形 那最後看到是在明天是要進行是大陸國務院總理的選舉 那屆使李強是否一樣是無意義的票數通過 是各界很關注的重點 以上片段最新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各位 大家分享等會指定 不想請這一步 愚痸 我們可以推測大家 我們可以推測你 要 EXPECT